要看阿欧 別忘了說我是外國人 我是駕匠的台灣人 駕匠 駕匠的駕匠 駕匠 駕匠的駕匠 要看阿欧 別忘了說我是外國人 我是駕匠的台灣人 駕匠 駕匠的駕匠的駕匠 我現在在空軍三支某發生中心 在做收你回應的欧手 要看欧別當我是外國人 我是假港的台灣小孩 我和大家一樣 都在這裡保護台灣 在外面MDR 我們做會打招 為國家 為家 為你我 加油 我現在在空軍三支某發生 在做收你回應的欧手 要看欧別當我是外國人 我是下港的台灣英雅 VB戰機實施戰術脫離動作 VB下港破片傷害 結束於左前方 閃面目標區 彈幕盤蓋路標區 彈幕盤蓋路標區 風軍以赤勝火力 一千萬千萬一 百在完美 再 digamos 5.8km 今天是中華民國空軍的大日子 也是國內航太產業的重要的里程碑 今天在這裡 我們剛剛由陸志園跟廣年年兩位優秀的試飛官所駕駛 編號搖搖動搖搖的新式高校機 順利完成首飛展示的任務 今天是中華民國空軍的大日子 也是國內航太產業的重要里程碑 今天在這裡 我們剛剛由陸志園跟廣年年兩位優秀的試飛官所駕駛 編號搖搖動搖搖的新式高校機 順利完成首飛展示的任務 這是繼31年前IDF經國號戰鬥機首飛之後 國機國造再次締造了歷史性的一刻 我要請大家一起回想 僅僅在4年前 當我們提出高校機要自言自治 我們在當時遇到了很多的挑戰 有些人質疑 第一 航發人才早已經是凋零了 國內航太產業的技術和能量已經是跟不上了 更有人反對 主張直接跟外國購買 可能還比較划算 不過這4年來 在空軍 在漢翔 在中科院 以及我們所有的上下游廠商通力合作之下 我們克服了所有的困難 用具體的成績 重建了我們社會各界 對國內航太產業的研製能力的信心 我身後的詠音 代表了兩個重要的意義 第一 國機國造 帶動了國內航太產業的大發展大進步 新式高校機的專案 不僅創造了兩千多個就業機會 更能夠傳承經驗 培育出新世代的航太產業技術人才 當年 IDF 的研發團隊 是臺灣航太史上的傳奇 而今天 許多年輕的人才 因為新式高校機的專案 投入了我們漢翔的團隊 傳承過去的光榮跟專業 不僅再度的建制航空的研製能量 更被美商請假 具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水準 我相信在未來 永鷹的團隊 也會持續締造新的紀錄 寫下新的傳奇 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